美国的知名连锁素食餐厅 竟然爆出有民众食用了汉堡之后 49人感染大肠感菌 导致有10人住院1人丧命 根据美国CDC发布的食品安全警报显示 这49个相关的病例 大多呢在发病前曾经都食用过 连锁素食餐厅的4盎司牛肉饱 根据美国食品还有药物管理局 审查的最新资料显示 汉堡中切片的洋葱 可能是污染的主要来源 不过台湾的民众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呢对此这家设施的连锁素食餐厅 他们在台湾的飞温公司 也出面回应表示 台湾所使用的原物料来源 跟美国并不相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